鉴別技術 台灣養豬業者 過去十幾年前的豬品種改良 只強調瘦肉多的豬種 引進筋肉型的豬種 但也帶進緊迫敏感的基因 隨著肉豬瘦肉量的改進 擴散到種豬群當中 而這些緊迫豬有25% 沒有辦法育成 如果育成 它的發生日零也延遲約一個月 繁殖受孕率低3%到5 10%的分棉母豬 只能帶活六頭宰豬或是更少 乳以丸測試和血型鉴別兩項技術 可以用來挑選出抗緊迫 而且瘦肉多的豬 將可以減少因為緊迫豬的困擾 與經濟損失 乳以丸測試技術 去年在農委會經費補助下 做田徑示範與推廣 協助種豬業者了解 抗緊或豬種的血液的可行性和它的效果 受到養豬業者一致的肯定 同時同意在種豬檢定作業流程中 增加種窄豬 乳以丸的測試 但是由於乳以丸測試需要在窄豬10到25公斤重的時候來進行 而在這個時候的窄豬並非每頭都能夠留為種用 所以在長期選意的技術上 可以在乳以丸測試一年後 再利用緊迫基因與某些血型基因的連鎖關係 運用血型鉴別技術來追蹤緊迫敏感的基因 現在就透過本所所舉辦的血型鉴別研習狀況依序來介紹 採血時是使用抗凝液濕潤過的塑膠針桶 插入豬的靜脈來採血 採取10cc左右的血液 迅速裝入抗凝血試管 裝入試管後就送入試驗室做紅血球分離工作 分離時以2000rpm轉速離星10分鐘 使紅血球下沉把血漿倒掉或是用吸管吸去 再加入0.85%的生理時間水到8分滿 混合均勻之後再以2000rpm離星10分鐘 用吸管吸去上層液或是倒掉上層液 重複清洗兩次 洗好紅血球分裝到有加蓋的塑膠微量管 每支裝0.5cc 然後再送入零下20度C的冷凍庫冷凍 使紅血球膜破裂 使紅血球膜破裂 30分鐘後再把保存在零下20度C冰箱內的血液樣品拿出來 放在室溫解凍10到20分鐘 電勇分析用的醋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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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然后拿两条电勇造桥用的滤纸 浸在阴极及阳极缓冲仪中来湿润造桥 造桥后要注意造桥纸上没有气泡产生 如果有气泡存在的时候将会影响电勇解析度 接着就来取样 首先吸取6微毫升的蒸馏水放入样品槽 再吸取2微毫升的血液样品放入混合均匀 然后取出电勇片 用两张吸干纸把多的缓冲液给吸干 放在阴阳极放置板 用血液湿点头放在样品槽上 连续按三下来吸取样品 然后印到电勇片上形成样品带 含号 queen formul封 among våra 快送 欠险 日本 把印有样品的那一面倒放在两个灶桥纸上 放的位置要注意样品带接近阴极 接上电源调整到320伏特的电压后进行电涌 20分钟后切掉电源 把电涌片翻回正面 用塑胶吸管吸取染色液做染色 五分钟后就显现出电涌像 鉴别出血型 这样整个过程只要花上六个小时就可以告成了 希望看过这支录影带后 能够对于您的种猪场进行抗紧迫猪筛选有所帮助 如果您需要详细资料 请向台湾省续产试验所诸育种方案小组 写行鉴别联络人薛又林小姐洽群 电话06591-1211转育种系 或利用传真 或利用传真06591-1211 金飞统 even 搭纵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